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娱乐圈高手众多,非专业演员谁实力强,赵丽颖只是小意思 网红直播如火如荼,影视行业也是竞争万分,赵丽颖真的只是小意思吗? 娱乐圈中量男美女不在少数,清纯小巧也是很多 说,科班演员有很重的分量,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就没有一席之地吗? 赵丽颖一个河北没有名气的小姑娘,如何变成家喻户晓的大角色的呢? 人人都看中成功背后的赵丽颖,正所谓谁的成功辉煌的背后没有痛苦 但是我们也要始终相信我们仰望的是同一片天空 赵丽颖,大家是否知道也是一个科班演员,从歌手转变为演员 赵丽颖可是走了很多年,其实赵丽颖这种勇气也是很多人所不能比及的 试想一下,06年的雅虎搜星比赛,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参加? 恐怕答案更是深差不一 正是因为赵丽颖有着非常人的勇气与尝试,才成就了现在的她 就所谓开头的勇气有了,所谓万事开头难 但是一开始便无法停止,默默无闻的努力更是最难熬的 赵丽颖一个神奇的存在,对你自己的成就毫无宣扬,反而继续保持 所以赵丽颖就用行动去做,证明给大家看自己并非是小人物,小意思 而是可以让网友刮目相看 这几年的影视剧也是层层不断,因此,赵丽颖获得了很高的口碑与赞扬 但是众多的非专业的演员中也不止赵丽颖一个 曾经被大家调侃为赵丽颖只是小意思,可是现在也高攀不起了吧 非科班的演员中也有与丽颖大姐姐合作过的97年的王一博 新剧中的王一博就不,就不多说了,演技与成绩由大家去揭晓 王一博,这个自带流量和话题的人有什么神奇之处 一博大哥哥又会唱,又会跳,又会演,真的是唱跳演居家 全面发展节节高,也不愧有现在很高的国民度了 正所谓优秀的人各有千秋 不优秀的人各有借口 王一博和赵丽颖相差十岁,但就是有两人超硬的演技才才 更有可能碰出演技巅峰的火花 别的不说,就是赵丽颖所饰演的陆珍角色 将她的一生喜怒哀乐表现的领人感叹 陆珍结尾时,每轮美奂的都城将陆珍和爱人定格在美好的一瞬间 真是唯美极了 赵丽颖新剧《谁是凶手》也成功谢幕了 赵丽颖从来都把生活和演戏拎得很清楚 演戏有戏的规章,生活有生活的剧本 赵丽颖也好,王一博也罢 优秀的人终会闪闪发光的 大家看好谁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